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Carrie HRPAC的Health Sales 向各位分享資訊 或者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 例如各位可能已經建立了一個網站 或者一個e-commerce的複製 甚至會買一些批評機器 我們公司最喜歡做些什麼呢 例如萬事區域指令東東 我們就是在網上推動 我們會正如一張slide 我們公司有些online的整理 例如一些QS search 一些社交媒體媒介 這些就是我們的身份 這裏不詳細介紹 今天的主題就是牽涉到e-commerce 和一個mobile marketing 所以都想分享一些資訊 再繼而有個a-case study 再有一個文官收集 看看介紹現在online上面 有些什麼的渠道可以幫助大家 首先就 衣服照片就在地上 我相信各位 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一上班就低頭 去檢查一下 不知道代表什麼呢 Mobile很成熟 佔過了我們每日的生活 每日的一部份 我們這一代是這樣 下一代也原來是這樣 小朋友也是這樣 包括我兒子 都是對著一部電腦 看著i-pad大 所以mobile有什麼的魔力 我可以給一些些資訊 我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Morgan Stanley 當年的一個forecast 現在是真實的 他說到2014或者2015 用mobile做search 將它超越傳統PC做search 現在證實了 已經是一個事實 一些在美國上面 譬如說在2014年 2015年 已經是在time spending上面 在mobile上面的time spending 已經是貼了傳統desktop 好 這些是外國數據 香港是怎樣的 香港這個chart 就是說 香港的interviewer 其實它的年齡分補 其實譬如說 10歲至到40多歲 其實大部份 他們都會在網上 90幾百% 所以說 因為他們會大部份 已經上網 所以如果你說想target 這些客戶群 這些水素群 相信必須要在online上面 有一些promotion 去吸引他們 以為是否over了45歲 那些吸引不到 其實不是的 理論上是 其實實際上不是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一個買東西 譬如說上了年紀 那些 他們不會自己買東西 他們可能要叫他們的 兒子孫孫去買 其實兒子孫孫 就跌回我們 在EUH Group 譬如說 舉例 譬如說 我有一些成人指標片 一個七十歲 他們不會自己上去搜尋 他們都可能寄回他們的子孫 其實都是落到EU Group 他們都是落到去 所以 其實基本上 在online上 你會有一個website 其實基本上 已經可以 全面有target 一些online上的朋友 在上面做一些網上廣告 剛剛所說 這班人 我們每天 spending 在EUH Group的時間 是多少 在香港的數字 如果是desktop 或者是PC 大概3.3個小時 每天 如果是電話的 大概2個小時 而有些extreme 的case 可以接近50個小時 一個星期 接近7個多小時 這些就是傳統所當 一些窄到不窄的人 但是窄到不窄 其實他們都是消費的 例如他們喜歡吃東西 買衣服 如果他們經常 都是spend他們的時間 在online上 其實更加需要 在online上 做一些pomotion 去吸引 其實他們都是 其中一個target的 就是audience 好 在PC上面 他們每個 就是用internet的行動 會怎樣呢 大部份他們都會 在PC上面 他們都會以搜索為主 然後 例如做一些communication 或者online entertainment 其實這些數據 稍後都會幫助我們 為何要用online上面 一些不同的solution OK 在mobile上面 其實大部份 都跟PC差不多 都是以browsing為主 好 那mobile的好處 或者是一個 關注的地方 就是 根據一些資料顯示 anelson的資料顯示 四分三的mobile searcher 他們會啟動 一個rolling action 另外55%的mobile searcher 他們會在每個小時之內 他們會賣東西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譬如說 我們用一個平台 他們的facency 如果經常用了 不購物的時候 或者不啟動下一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是浪費著它 所以很多數字 include了 在mobile上面 其實是對我們做生意 和 running business 其實是絕對有正面的幫助 好 那 可能有些同… 即可能有些人做過 或者未做過 那我現在recap一下 譬如說在online上面 它有什麼好處 在online做一些online marketing 第一 它可以是 那個budget可以自己去設定 因應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預算去做 那就有別於傳統 譬如說傳統去 可能都有一個 最低的moq的場費 那online上不需要的 即使遊戲的玩法就是 你自己失去budget once it kick到上去budget上限 就會online 那我就可以使用自己的能力 去制定自己的預算 就是很facable 那另外就是 它的收費模式 也都是很公平 那就不會說 就像我剛才說過 我在洪水買了一個廣告 那有沒有人看 我已經賣了錢 那online上面 就無論是desktop 或者是PC 或者是mobile 都是建議一個 公平的收費模式 就是譬如說 你的收費可以是pepper kick 即是 收了出來 不需要付錢 但已經賺了一個exposure 直至有朋友 有興趣 就有收費 或者如果我想要推出apps 可以pepper installation 直至有朋友 e-staller app才付錢 或者是一個e-commerce 我做一些網上生意的 亦都可以用一個叫pay for acquisition 直接買了東西才付錢 他們是 卡進去 未去到昨晚 未買東西 都不需要付錢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收費模式 可以讓大家去參考 另外就是 在online上面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target的方法 募求 可以令到你的廣告 或者是你的禮費 每一分每一號 都是針對 是派了給你想要target的客戶 不是說傳統上面 是無此放績 其實online上面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幫你抓你那批想要target的客戶的 亦都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在online上面 就可以做到一些measurement 你的result measurement 譬如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measurement 譬如說 我們可以check到那個keep rate 有多少能 那個點擊率 如果在e-commerce 裝了一些conversion tracking 甚至乎 我們可以check到那個conversion rate conversion rate 譬如說 譬如在e-commerce說 譬如說 譬如我check到 究竟哪些key 或者哪些channel進來的traffic 是最終轉化成一宗生意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通常老闆都可能問 錢就花了 但是result是怎樣的呢 在傳統上面是很難measure the result 但online上面 就可以配合很多不同的 第三方的軟件或者工具 就可以check到一個result 這樣令到 繼而怎樣做呢 就是based on this data 你們就可以怎樣去 繼而優化或者怎樣擺位 令到你的campaign 那個Ri更加增加這樣 好 那現在稍後 借著一個case study 說回回剛才所介紹的幾個重點去解解一下 那個case就是rescent 一個日本的網上的online shop 賣女性或者是小朋友的三輪主 那個target的market就是香港 年齡就是20至40歲左右 那個objective很簡單 大部分老闆都是這樣的 想多些日式 traffic多些 還有當然要多些錢 多些收入 這樣就不是很貪心的 好 那怎樣做法呢 就是我們譬如是 幫他制定制 可以依應我們的objective 首先我們幫他追求 即是增加exposure 繼而用convention convention的意思就是 我們怎樣去找到 他們所存在的potential customer 是很精準的 繼而還有一些外 即是一些3rd part的軟件 幫他check convention checking 看一下他的rescent是怎樣 跟著就是 幫他怎樣去做retention 怎樣去保留一些存在的馬家 或者一些准客戶 那exposure通常我們都 即這個case 我們就用了google display network youtube和facebook 那目的通常都是做fand building 即是做exposure 也是洗路很簡單 在不同的 全天頭在online上面的 不同的環境和地方 不斷出現你的廣告 達至一個洗路的目的 令到人次元默化你的brand 或者你的產品 進去 所以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自然會想起 那通常那個launch period 就是因為都會在大約 兩至三個月之前去做 因為始終一個 一個product launch 或者一個campaign 如果太短時間去做 marketing的promotion 其實你是做不到 吸引不到很多人的注意 通常都會兩至三個月之前去做 那以下就逐個解決 我們可以回到其他 剛才所說的channel 譬如說google display network 剛才應該有terry 應該介紹過的 其實google display network 就是全世界 No.1一個網 或最大的同盟 全世界有超過 差不多80% 一些資訊性的網站 跟google結盟 譬如說 例子 香港一些知名的網站 譬如說am730 頭條 東方 三大的program 例如香港 高登 我們會談談 一些A-stock 或者是海外 overseas的forbus 或者是ESDN 這些知名度 就是兩方的website 其實都是google的partner 那我們怎樣可以善用它呢 就可以通過google 特別的系統 就可以派一些廣告下去 而廣告的收費 就是以案件的收費 就是簡單而言 它出了 被人看到 都不需要給資註 那這什麼好處 譬如說 有些朋友說 其實我都可以分別 自己直接聯絡他們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是沒錯的 你都可以分別 聯絡這些各大的網站 但其實 做marketing 第一 你是要說 在這裡 可以做到一個講法的推廣 第二 你的budget 就是用得其所 因為如果你逐個去聯絡 去找 我當你便宜到2萬元 一個禮拜 3%soe 那如果你逐個去 你可能在說 三十幾或者五十幾萬 那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用3萬元 其實已經可以 去cover全部這些 那令到你那筆錢 要更加其所 更加有效地 更加廣泛地 可以target到你前腳客戶 那當然它背後 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target 不是說派出去 是不是所有人都見到呢 其實就是有爭取性 可以派出去 就算這份不同的網站 不常人上去 可能都見到不同的產品 去到 ok 那另外一個就是youtube 那youtube 那其實為什麼我們介紹youtube 就是正如剛才Terry所說的 就是世界No.1的video的site No.2的search engine 那站在香港就是它的user 大約3.5秒 那平均他們每一次進來都會逗留20 大概半小時到23分鐘左右 那其實站在做marketing 我們第一期希望除了網絡之外 還有人多 還有人多 他們願意逗留在這個platform 去看東西 譬如人多去馬上走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youtube 其實是蠻動到 這個最基本marketing的需求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用youtube的channel 那另外就是 小朋友一定要用facebook 因為就是在youtube ecomments上 做一些B2C的生意 Facebook現在差不多全世界 就是最No.1的一個social media平台 那在香港的數字就是 它的user大約就是4.7秒 那佔了interuser87% 那所以也是一個很多人用的平台 那另外 它這4.7秒裡面 其實有大約3.4秒 就是大約72% 是每天都會上回去facebook的 就是非常勤力 比我們上班 我們上班一個月都可能 有一兩天射播 它是不會的 每天都上去 那就是如果我老闆 就頒個成功相機 給朋友的了 好 那另外這些數據都可以參考 譬如說 在facebook上面 有Top10的香港人 他們會看完facebook上面的東西 會買些什麼呢 譬如說他們買些skincare lux的cosmetic food 或者一些fashion 家電 那如果說各位 如果是想做一段生意 是關乎買這些東西的 那其實facebook上面 都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因為也有證據顯示 原來看完 真是他們有興趣 他們會買東西 這樣 好 所以即將這個case 我們都會選擇了facebook youtube google display network 去投放廣告 那當然正如剛才所說 即是在online上面 它可以做一些精細的targeting 那怎樣做 譬如說做一些target 或一些interest的targeting 那因為我們今天pand break 是一些kids的targeting 那我們選了譬如說一些parenting 是一些中小學的父母 喜歡是beauty flexion這些segment 那age就大了25歲左右 那當然是女性為主 那無求你的廣告 是派了給你想要target的觀眾 不會說一些可能是四十幾五十歲 或者是單身沒有小朋友的人 會出現一些廣告 那這些就是一些sample 譬如在不同 剛才所介紹過的一些平台 都會出現一個banner這樣 OK 那剛才那個就是做exposure 那做完exposure 因為始終ecommerce 我們都需要有生意的 那怎樣說 要集中去針對一些有效 最潛在的professional customer 那就是我們經驗來說 就一定是做search engine marketing 就是pray search 在search engine上面 那個purpose是針對一些 有這樣的需要的朋友 因為為什麼 我有這樣的需要 才會key in 在search engine上key一些字 或者他們想要的東西 那當他們key in字 你provide他想要的東西給他的時候 那會重的或者是完成一個 就是transition的機會 就大很多 因為剛才所說 你都是push出去做些什麼 我雖然選了很多不同的future 但現在我喜歡beauty 但我現在未必需要賣東西 雖然你是針對性強給我 但如果search engine 就是針對他現在找東西的時候 你就派一個廣告給他 所以做法通常都是long term的 因為為什麼long term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每一天在search engine上面 都會有人key in找東西 所以你每天都要投放一些廣告 去針對這批客戶 因為沒有這個廣告 你就失去了e-trance 好 那這個為什麼seam呢 就是正如剛才的數據 就是92%的人上網 都是相傳的 好 那其實這裡略了講 不會詳細講解的 譬如做seam最主要是做什麼 就是我們要找回e-future 我們要找一條魚出來 因為在做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key 卡進來 哪些key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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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通過我們做了 剛才稍後所說的 一些conversion checking 究竟我們找到 究竟哪個keyword 或者哪些bank進來 是真的在網上賣了東西的 我們先去集中放些資源 下去這些地方 因為如果集中marketing的角度 它進來沒有賣東西的 其實除了你的purpose 是做bank building 但如果你的purpose 是說我要翻生意的話 那其實這些key是不好的 因為它燃燒了你的marketing budget之外 但沒有生意翻 那其實是令到你是相酸的 所以重點就是 怎樣幫你找回這條魚出來 在雲吻大海中 這條金魚 好 那其實做法呢 就是譬如說 我們可以幫他從 即是在那個account 那個structure上面 譬如說 幫他刪除了一些沒有用的keyword 幫他新加一些新的keyword 上去 那譬如說 我是沒有用的 或者一些不是太過高 conversion rate的 譬如說 他們是日本公司 他們可能當時用回一些 日本的品牌 那當年來到香港 你可能用回一些 香港的competitor 去對應回去 因為日本的可能都沒有人認識的 那些品牌 當然要用回 本頂 local market 一定給你下幾個keyword 另外就是 譬如說一些連身群 我們都可以加一些long tail的keyword 因為long tail的keyword 去key得這些那麼long tail的 其實表現了 對這些產品已經有龍頭的興趣 那當你加了一些keyword 我們可以鍵這些 你就可以針對更加強 可以寄出你的message 另外就是 當然就是 切走一些outday的keyword 譬如說 2011的下裝 這些 加一些新的upday的keyword 上去 另外 在一個account的structure上面 亦都可以去create了不同的agword 其實這個動作 其實就針對一個 叫做interuser experience 因為譬如我們想回自己 上網的search的行為 我們當然希望key一個字 你就是寄出一個message 或者一個廣告 是針對性強的 既然我鍵進去 就帶去我要想找的東西 這個setting其實是一樣的 譬如說就是日本睡衣 我們就寫回一個 針對日本睡衣的description 然後lending page 就載到日本睡衣的系列 那個bund page 如果說另外一個campaign 或者另外一個product card 是語蝦的 亦都寫了一個 針對語蝦的description 他的lending page 亦都載到語蝦的lending page 就是一應回正前 剛才說 那個interuser key些甚麼 我們是盡快給他找的東西 亦都是盡快 帶去找那個page那裏 因為為什麼要盡快 帶去那個page那裏 因為現在 譬如說 我們一個ecomer的size 有很多不同 藍種種的product 如果我們做得簡單些 全部載到home page的時候 他未必找到他去找的東西 因為整個product 更多 亦都有 資料顯示 一個interuser 卡住進去 大約8至10秒 他找不到東西的時候 因為現在資訊策略發達了 他不需要再花時間 在一個網站找東西 走去停 另外一個網站去找 所以說 這些setting 可以幫助 他可以有效地 針對他們潛在的客戶 另外 在一個廣告層面上面 剛才可以這樣寫 其實在一個landing page的層面 亦都可以有些收益 譬如說 做一些landing page的AP testing 其實這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看回 究竟某個landing page 是誰會吸力力強些 譬如說 他們做了 譬如說 以圖片為主 譬如說 可能以文字為主 其實理論上一看 一定是圖片為主 會吸力力強些了 就是把那些 進入的traffic 各自用一些工具 幫他割了 50%就進入了一個 A的landing page 50%的traffic 進入了一個 B的landing page 其實就是 用一些科學化的數據 看看究竟進來 哪些setting 哪個landing page 才是最efficiency的 譬如說 做了一、兩個月之後 就可以拿到一些數據 我們就可以確定 究竟用哪個landing page 是最好的 好 那這些就是 另外 譬如說 都可以用一些 add extension 譬如說 什麼叫add extension 因為 傳統的QS 的廣告 其實很簡單 title description landing page 很小字 因為有很自動規限 你在這麼小的時候 這麼小自動規限的時候 你那個表達的 那個add list 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假設 譬如說 我這個case 我只是寫rescent 因為rescent 我不知道它背後 其實想找些什麼 只是知道 對rescent的產品有興趣 如果站在傳統上面 就可能寫一個很大陸關於rescent的產品 可能是 rescent 就是一個pomotion 春櫃的pomotion 也都是兒童的pomotion 其實重點就是 我可以通過一個很genetic的字額 我不知道它想什麼 我擺放多些公司或產品的product 給它考慮 我希望它隨便中一件事 給它多些考慮 譬如說 因為背後 其實都有不同的landing page 譬如說 你卡在春櫃的那裡 其實就可能 在春櫃的landing page 那裡 卡在移動節那裡 就在移動節的landing page 那裡 就令到你的廣告更加有效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因為集在mobile的程度 因為大家都可能見過了 在電話上面 我們做 那個search engine 電話上面的search engine 那個位置 是很少的 老實說 應該是 一頭上面 二至三位是賣廣告 接著去下面 二至三位都是廣告 那他 At extension有什麼好處呢 他就 一族語講的 生人霸死弟 因為他剛才多了一些tap上去 那令到你的廣告 佔的位置大了 你佔的位置大了 你佔的位置大了 有什麼好處呢 就令到你對下的廣告 就推了下去下面 或者是第二版 那 其實簡單而 你進去 譬如好像公子滿 那樣 我一進去 在最當下的地方 就見到我 譬如說家智媽媽 這個品牌 那樣 那會令到你的對手 被人進去 被人卡進去的機會 都相對少了 那所以 現在就是 Online上面 也都有 即即即即是 很傳統 或者是已經 做了很久的 Qsearch 都有很多不同的 新的玩法 可以配合到 這些都是一些 那另外就是 剛才所說 在Online上面 都需要 有一些convention checking 檢查我們 收了一分一毫 究竟有什麼生意 或者是 去了哪裡 那樣 那其實這個 其實它的 purpose 最簡單 就是 resolable measurement 看看有些 都是一定要 長時間去做的 每天都要檢查 究竟有沒有生意 好 那其實現在坊間 其實都有很多 不同的軟件 那它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 正如剛才所說的 針對一些老闆的需要 我要多看一些數據 傳統的 滿足不了我 那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就是 可以譬如check到 正如剛才所說的 有哪些Kick 在哪兒Kick進來 Kick進來 有沒有做到transaction 那重點就是 我做了一些資訊之後 那我就可以做 你不要研究教 譬如說 我可以將那個budget 譬如說 80%的 放進去 最高conversion rate的 keyword 或者是banner 那你便可以 基於一堆很 因此的data 那你便可以 從而去improve這個campaign 好 那剛才所說 很多都是 譬如說 keyword也好 或者是一些banner也好 它的purpose呢 就是 吸引第一個Kick進來 那進來 其實很大部份的人 都會第一個Kick 就會買東西 那我走了之後 怎麼辦呢 但是傳統的媒介 其實你很難會找回 這些批准效果 但在online上 就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用一個 叫做e-marketing的技術 那其實無論現在 譬如說一些search page也好 或者是facebook 都可以做e-marketing的 那就只需要說譬如說 做個code 在一個網站上面 就會上去google display network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都會見到你的廣告 那通常我們都建議 就是campaign launch了兩個月之後 就會走著remarketing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存資料 那會放了一些code 起碼存了一定數量的code 才可以kick off這個remarketing 那所以為什麼要那個campaign 就是走了大約一至兩個月後 才開放這個remarketing 那為什麼remarketing那麼重要呢 就是看回那個數字 97%的新進來的visitor 是不會有馬上有任何decision 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的 譬如我們在offline 我們進去一間店 你都不會第一時間去買東西 那可能看看這款是怎樣 價錢又怎樣 又沒有優惠 那我走了之後 那在online上面 就可以用remarketing 去幫他 派回給這些人 為什麼說要派回給這些人 因為他們進來 理論上就是你們的前序的效果 因為他不會突然進來的 進來一定是最慘的興趣的 那離開了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幫我們派回一些廣告 給一些前序的效果 那當然我們派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做 最簡單 買過去就派回給他 那如果是站在未買過的朋友 其實我們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派不同的廣告 譬如說 我們一些visitor 進來90天的 只看而已 沒有買過任何東西 那我們可以派一些 例如一些hot item 去買 等於有些潛在的customer 或者潛在的customer 譬如說 我進了一個website 拍了兩分鐘 看過五個page以上的 進來去了regulation page 但沒有完成了regulation 因為背後他們的行為已經表現了 其實是對你的產品有興趣 因為如果沒有興趣 他不會在website搞那麼多事情 那如果是針對這批後 其實你可以派一些 譬如說 我有一個鼓勵你去登記的campaign 的offer 譬如說 你現在登記我做member 可能有五折的優惠 就派回給 進來 戒掉這批人的 才看到你的廣告 另外 譬如說 一些更加是high purchase intention 就是譬如說 我的產品 已經是進去 買了shopping pack shopping pack 那裡 但沒有買到東西 或者是 我完成了登記 但沒有fair 的action 那這些呢 你就可以 譬如說 給一些鼓勵offer 譬如說 已經是這麼潛在客戶 你可能給一個優惠 是不需要那麼多的 其實他差一點點 可能我給10% 或者20% 已經是鼓勵到他購買 那所以 remarking 為什麼現在說 很多朋友都會這麼著重呢 因為他爭取性很強的 爭取一些 是潛在客戶 他走了之後 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派一些 爭取性強的廣告 給他們看 好 謝謝各位 我的介紹 謝謝 shop 好 謝謝 我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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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